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6月22日 刚才看到疯狂网发表一条新消息 有一个官员叫张林武 违反政治纪律 违规对外提供赦命信息 这次被开除党籍了 开除公职 以前对领导干部抓捕判刑处理 一般来讲都是抓住经济问题 这个近些年来发生一些变化 也就是说有的官员是因为私藏反动疏开 或者泄露这个国家机密 有的根本是谈不上国家机密 你像这个张林武 这个情况 我看他这个表述啊 是指什么 是指他泄露涉密信息 那么什么涉密信息 他也没讲内容 不可能讲了 对不对 提供涉密信息 那肯定是官方不喜欢的东西 负面新闻 只不过由于什么 他这个官职的问题 另外他的背景问题 因为他2008年 张林武就开始在国家开发银行工作 历任国开行河北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政局级 党政一间条啊 你看国开行重庆分行行长书记 党政权力都基于谁 然后是最后一个职务是国开行评审 这个二局资深专家 就都退二线了 对的 现在抓了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在重庆的期间属于陈明尔这个 不属于陈明尔 是这个孙政材这个派系的 或者波学来派系的 肯定是对立派 不会是单单就什么违规对外提供奢秘信息 这是还是找的事啊 这里肯定情况很复杂 那么这个消息是6月22号中央纪委国家健康委网站发布的消息 因为他是属于这个政局级嘛 级别够了 所以说这个消息搞得挺隆重啊 那么这个张林武这个案件是有点诡异啊 同时也说他是什么呢 是有经济问题啊 在干部录用过程当中 利用职务上的影响力 牧取利益 就等于给一些部下提升 提升完了人家为了表示感谢 意思意思给点钱啊 给点物 就这个意思吧 违反连接纪律 借用管理服务对象 钱款啊 可能 管哪些单位 单位哪些公司啊 公司 出于感谢也好 还是这个 这个邱特和他有利益勾兑也好 就是求他办事啊 他借钱啊 对这个借用啊 管理服务对象的钱搞得生意吧 违反生活纪律 利用财务上的便利为他人摸取利益 帮别人办事吧 是吧 等等吧 速度特别巨大 涉嫌受贿犯罪 可见 涉案金额不能低于一千万 巨大吧 现在那个财富金额几百万就没有了 几乎全上千万啊 多上亿的也很多呀 那么这是风光网的报道 那么风光网呢 这边报道还讲到说 今天1月4号 国家开发银行湖北分行 员方航长叫杨德高 被开除党籍了 所以1月27号国家开发银行 山西省分行员 这个党委书记 行长王雪峰也开除党籍了 国开行应该是 这个陈云的孩子吧 陈云的就在里面认知实验场 是不是啊 其中最人注目的是胡怀邦案 今年1月7号国家开发银行员 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怀邦 一审被判了无期徒刑 据说这是 这个原先的 这个中共的这个大佬啊 某一位中共的 推卸的高管的秘书啊 都是这样讲 不知道是真假 不太了解啊 说法院查明 2009年到19年 被告人胡怀邦 利用职务上的别例 这个在获取银行贷款 企业管理 职务金生等事项上 给人提供帮助 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 就关系人就是他老婆 或者他亲人是吧 接受钱款人民币8552万 这可见国开行一大把探官 那个张立武是其中的一个 但是这一次有点不同寻常 就是官方对他通报当中有一条 违反对外提供赦密信息 说这一点在以往的案例当中不多见 这个不仅说是张立武这种行为 不仅毫无保密意识 也会给国家利益带来潜在损失 必须引起足够的这个警惕 那就明白了 是因为这个信息一旦披露出去 不利于共产党的统治 那么为什么现在突然间如此大动干戈 那就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共面临夸台威胁了 党员干部纷纷叛逃 用这个方法来警示其他人 你不要乱说乱动 你不跑 你有些机密文件 赦密的信息 你都不能和别人讲 你要铁口 守住你这个嘴 管住你这个嘴 把秘密烂在肚子里 这可见中共有很多不得人形的秘密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大家不要忘了 有没有可能真有董基维叛逃这个事 所以才这么惊恐 此外还有一个就是 中共已经明白了 搞不好可能要大难临头了 政权垮掉了 垮掉以后 就会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施压下 中国可能就要成立一个新的 就是民主化的联邦政府了 新的政府叫什么呢 要这个追责索赔 不是所有索赔的问题 要清算 大清算 要审讯这些高官官员 官员你审讯 你不能新的政府 你可不能像共产党这样指路为马 是吧 必须有证据 现在要销毁证据 这才是关键 你看他把这证据都销毁了 让所有的人 奢秘都不能讲 看完以后就烧掉 你看那个市政府市委 省政和省委 经常有些机密的 经常在那拿火烧 烧掉了 以前就有了 看着新华社内参 看到一定程度 最后到年底了 一块都焚烧了 怕流传到外边 为什么呢 共产党造假呀 整个撒谎啊 官方讲的数字 全都是假的 你比如说 他这个所谓涉外 这个涉案信息 有没有可能涉密 是指这个银行贷款 收不回来 现在吹牛银行 怎么好 怎么好啊 这个数字造假 你比如说粮食丰收 根本没有丰收 却这个到了年底 收成不价 他催俱收成好 你要如果说 把真实数字提供给别人 或者无意间泄露出来 都算犯罪 你看他通过这种办法 来让就是领导干部 人人自伪呀 就每个人都担心 知道这些事 每天都烂在肚子里 不敢讲 跟老婆孩子都不能讲 更不能这个文件随便放 一旦叫别人看了怎么办 这就变成奢秘 洗洗了 你看现在国内越高越麻烦 我估计再往后发脸 可能搞不好 这个叫抓很多人 就凭着就开始抓人 还行啊 这很可怕 那这篇文章引用了一件事 他说是3月24号 西藏自治区 拉萨斯政协 党组成员 副主席孙宝祥被开除了 经查此人工作中 不作为乱作为 私自留存 奢秘文件 你看有没有 实际上找他的毛病 因为这都胡成华的底细 胡锦涛 大胡销 都在西藏干过 一看就是整西藏的干部 你看4月8号 海南省公安厅巡视员 曹敬 被开除 党级经查 此人违反公职纪律 私自留存 涉密材料 这说不定 这也是 这个习近平的底细 就刚刚离开海南 现在是沈小明党 党头了 这个 这肯定说不定是 其他派系的 也很难讲了 反正中共这些 什么 这些反腐贝 完全是选择性反腐贝 打击政敌 找毛病啊 另外 随着垮台的 垮台的临近 越来越恐慌 上热锅上的麻衣 稍微有点事 就违纪违法了 你看这个 涉密文件和材料 还不够 机密文件 你看他也没讲 机密文件 更没有给这个什么 外国的什么机关 要给外国机关 就叫 就叫了间谍和特务了 是吧 他也不是 你说就这么点小事 他也给你拿到台湾 讲是吧 主要是为了 受到寒蝉效应 让人人自为啊 说是 今年1月 你看中央机委 网站 发文强调 党员干部 应当警惕 失秘 泄密行为 任何一名党员 或者公职员 一旦违反了党纪 或者法定规定 不仅会受到党纪 正义处分 严重 还会追求 追求法律责任 作为领导干部 更应该具备 强烈的保密意识 你看见没有 看来这个 这个小姐 上次 讲网站 他那个 他通过这个 这个张克辉 这个 也就是他这个国际的朋友啊 这个 透露的信息 啊 还有这个叫什么 叫 呃 这个大秘书报 啊 透露的信息 那些人已经倒霉了 肯定的 要以这个理由 擦那些人 奢秘信息 说你把这些信息 不小心告诉别人了 结果别人发到网上 引起渲染大波 啊 这个 甚至你把这个 蒋经纬叛逃这个事 讲出去 这都属于 共产党看来 都属于这个危机了 看来 一场大整肃啊 掀起一场什么呢 整肃 泄露 奢秘文件的高潮 运动又来临了啊 习近平要抓很多人啊 就可见 搞不好 就董经纬真是跑了 要不好了话 怎么会如此的 这个惊慌失措的 搞得 现在就高度的警惕啊 这很显然 蹦得紧紧的啊 可见 中共的确要崩盘了 这可不是随便乱讲 真的 这都是正招啊 那么今天呢 海外其他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